哥,酒楼交给你了,最近准备了不少消息,可以去试一试。 诶,等一下,我跟你一起去。 我又不是小孩子,你就不用陪我去了,最近酒楼的人越来越多,你还是留在这儿坐镇为好。 不用,酒楼有他们盯着足矣,而且酒楼哪有我妹妹重要。 走吧,再晚些人就多了。 谢瑶看着谢文武关心且认真的表情,惊笑了一下。 好,我们一起走。 二人一前一后,离开了满江楼。 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,无风引着一辆马车停在满江楼门口。 到了,是的,主人。 走进酒楼,楚寒微吸了吸鼻子,黑眸动了动。 这味道在这里闻起来更香一些。 因为已经到了用膳时间,酒楼里已经高棚满座,而且几乎每一桌上都摆着饭菜。 饭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,缓缓地飘散开来,让人即便只是路过,也能轻易地闻到香气。 菜是不要一次全端上来,上他们一道菜一道菜地做,一道菜一道菜地上。 主人,您这是? 这是什么情况? 王爷对饭菜向来不屑一顾,只有吃王妃的菜式才会吃得津津有味。 现在刚坐下,只是昨日吃过这里的饭菜而已。 照做就是。 可那样的话,用膳的时间可能要延长一些了。 无妨,时间充足,慢慢吃就是。 无风见状,便照着王爷的吩咐安排下去。